小桥流水 粉墙带瓦 窝光烈焰 2500年时空 咫尺之间跨越千年历史 姑苏美食 俗作非遗 古往接拿的典雅神月是什么样的感受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中国魅力街区之苏州 感受街区魅力 品鉴都市风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特别报道 中国魅力街区今天来到了江苏省苏州市 苏州是长江三角洲的重要城市之一 那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旅游城市 那么当地人常说一句话 叫一条平江路半座苏州城 可见这个平江路就是沽苏古城的缩影了 那也是我们今天魅力街区的起点 那我们就从现在开始 一起来感受一下苏州的魅力吧 我们来到苏州的第一站 就是苏州的平江历史街区 一南姐 嘉一 还有 你好 你好 为了更精准地探寻苏州文化 我们邀请到苏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江一 带我们一起品鉴苏州独特的江南魅力 这个小桥太有味道了 这岂不是走一步就快越千年了吗 是啊 这一步迈过去 真的是 来 咱俩卖一下吧 要不然 卖一下 来 来 清朝 我来了 哎呀 一条平江路半座苏苏城 说的就是平江历史街区遗留的历史物证 如今可以算作孤苏古城的历史文化精髓了 千半年来 苏州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平江历史街区却仍然保持着水路并行 和街相连的双旗盘格局 那么在这里可以触碰到怎样的苏州历史呢 今天穿的是汉服 是为了跟我们这个小桥流水相呼应 但是你要说我们苏州最传统的是什么呢 不是汉服 是苏式旗袍 来苏州就要感受一下当地精致典雅的美 苏式旗袍 对于每个女孩来说 都是不可抗的审美诱惑 让我们两位主持人穿上 又会是怎样的效果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些旗袍 你看穿着是 当然它身形是 原来旗袍的那个身形都是有的 能显出女性的这个曲线 但是它实际也加了一些西方的那个元素 比如像蕾丝啊 滚边啊 好多的都是一些 加了一些现代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了 可能这样就是为了迎合 更多的年轻女性的喜爱 苏式旗袍带着传统的精致 以及颇具创意的现代元素 平江路的旗袍店 也是来此必打卡的地点之一 精致的生活追求 更是能体现在苏州人 穿搭用品的芳芳面面 来 送你个小礼物 哎呀 好漂亮 你太有心了 我觉得我这扇子比你这个还漂亮 对 你看你这叫眷公扇 我这个呢 檀香扇 温温香不香 你这个香 一目香风就过来了 这个扇子真的是好简约啊 这个图案 而且你看反面也别有洞天 说起苏州的精致 苏扇可以说是苏州人 刻语骨穴般 追求精致生活的集中体现 苏州的折扇与眷公扇 可追溯到宋代 随着后世名家备出 苏扇制作也愈加精良 吸引了不少名家 在扇面上提诗作画 我们看到这里的扇子风格迥异 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苏扇呢 就是包含就是三种扇子 苏式的折扇 还有这个苏式的团扇 还有檀香扇 这三种都在这儿了 合称为苏扇 那一般来说可能是男士 拿这个折扇的多一点是不是 对 男士拿折扇的多一点 但是古代我们有那个资料的 就是轻载的时候男人也用团扇 我们今天看可能觉得不太适应 但当时是很正常的 对 对 书画家精心谋偏布局 至扇一人偏偏争其斗桥 折扇便形成金雕雅致之风 而眷公扇同样会以书画 色彩鲜艳明快 风格古香古色 这样一把精美的苏扇 价格要多少钱呢 看着就贵 一般通常这扇子比卖到几千块了吧 对 就上万的都有 如今苏扇除了内销外 还远向到日本 东南亚 欧美等国家 成为苏州乃至中国的历史文化名片 一男姐 咱们刚才看到的这个苏扇上 有很多都采用了克斯系 你知道什么是克斯吗 克斯啊 听起来好像丝绸的一种吧 不全对 走 咱们进来看看 这家店铺正在展示古老的克斯记忆 苏州的克斯是苏州现存的六件世界飞夷之一 克斯的编织采取通筋断尾的织法 就是金线贯穿织物的整个画面 并在下方衬托上画稿 然后依照花纹图案分块克制 苏州人常说 一寸克斯一寸鸡 这又是为什么呢 那我想问一下 通常这样一米多长 然后大概半米多宽的这样的一幅克斯的画作的话 大概要卖多少钱啊 市场价 上万可是肯定的 那必须的呀 我先跟你说制多少时间嘛 对 先说多少时间 制个制十一个月 一年 那要十万了 还不行是吧 对对对 真的太难了 这就是十八万 原来克斯的制造过程极其精细 而且容错率低 对手工艺人有着极高的技法要求 因此价格也十分昂贵 那么到如今 克斯技艺经历了千年传承 有哪些克斯制品是普通百姓有能力购买的呢 像这个小香包的话一般会卖短 这是680 680 那刚那个前加呢 前加的话一千多 这个就是做成一个串串 挂在包啊 什么作为装饰 那这个就是98块 如今手工艺人将克斯手艺 用不同主题 不同形式展示给世人 同时也让传统纺织记忆 走进现代人的日常生活 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 在平江路上 诸如此类的传统手工艺店 百年老子号 网红原创店等商业业态 在这里随处可见 出于闹事之中 又严于市井之外 寻寻觅觅 又会带给游客怎样的新奇体验呢 这是一个很特色的书店 对 在这里你可以把你的愿望写下来 然后寄给二十年后的自己 二十年后再来打开来看 平江路的这家书店 与传统书店不同 除了阅读构书的传统功能以外 书店还引入特色银品 以及更具体验感的方式 为书店赋能 首先来挑选一张 心仪的明信片吧 这个好可爱 我就写在这个上面 那我写这个 像猪猪一样吃吃睡睡 这是我的梦想 像猫猫一样可可爱 对 你写了什么 不能说 近些年平江路古街经过市场化发展 如今已经是苏州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文青 打卡 圣地 每是一条街 都成为了历史街区的新标签 夜晚一时 箱子里响起琵琶声 游客们纷纷学音而来 夜色下的平江路 少不了平潭的优雅悦耳 太甜美了 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音乐啊 你试试看 太和美 对 好了 学学 快学学 谢谢 太和美 你试试没试 太和水 太和美 太和美 无语唱腔为晚 取悦让人心神安定 恍惚中仿佛又回到了千年之前 苏州是一座可以让人一秒迈进历史的城市 郭苏古城的生活是那么平静温润 把人间烟火过得自然优雅 月落雾体 江峰与火 夜半终身 便成全了郭苏城外的哪幅美景 苏州的这些商业界 它是充分地把它这些文化特质 把它历史传承 把它嵌入到里面 它实际上是我们一种体验之消费 这个消费不简单的 就是一个买两样东西的概念 像邻居的平江路 旁边就有比如说平坛博物馆 比如说庄园博物馆 所以我们希望把苏州市的历史人文 把这些当然也包括老字号的 一些传统的一些产品 跟这个商业界去充分地 结合起来 这才叫做锦上添花 说到苏州的历史人文 另一条老街的故事不得不听 来 送我 送我 清晨 集市的喧嚣声 拉开了新一天的帷幕 相比于夜间的悠闲自得 清晨的老街 则是一幅忙碌的景象 苏州新的一天 便从这条老街热闹的烟火集市中 开启了 一南街 你看啊 这条街呢就是我们苏州最具烟火气的一条古街了 它叫做封门横街 哎呀 很热闹啊 是啊 就有人说了 咱们这个没来过苏州的封门横街 就不算体验过苏州的市井生活 封门横街位于苏州市古城区 因东西走向成横字 因此被称为横街 同样作为历史古街 这里跟平江路相比又会有哪些不同的体验呢 尝尝这笔的 这笔的菜很好 很品味的 这大闸蟹这个头真不小 三十五一斤 正好是吃大闸蟹的季节 这么新鲜的大闸蟹 这个价格真够人不坏的 同样是苏州老街 不过这里与平江路不同 放慢了游客的匆忙脚步 便能看见苏州更淳朴的素颜 这里没有小桥流水的柔美 却随处可见市井生活的普真 要说起封门横街上最浓郁的烟火气 莫过于街头巷尾的各家早餐和糕点店了 清晨来到横街 会遇见怎样的味蕾体验呢 今天你作为客人 我是冬豆豪鼠 今天我请您吃鲍鱼 早餐就吃鲍鱼啊 对啊 这苏州人的生活也太富足了吧 太让人羡慕了 不过呀 咱们说的这个鲍鱼啊 不是那个昂贵的海鲜鲍鱼 而是这个鲍鱼 是这个鲍鱼 对 这是个什么鲍鱼 没吃过呀 它就是把淡水云 比如说鲤鱼啊 草鱼啊 给它切成块 然后呢 放进油锅里 大火油炸 炸好之后呢 再淋上这个甜甜的酱汁 做了一道小凉菜 这是苏州特别有名的一道凉菜 丰门横街的鲍鱼店 从来不缺少顾客 逢年过节时 队伍甚至能从店门排到桥头 生意的火爆 则离不开这道经典的苏州口味 谢谢 可来一南姐 可来 可来尝尝 快给咱们观众朋友看看 哇 就是哎呀太香了 面来的炸鱼香气 来 好香啊 而且有你们苏州菜那种特有的甜甜的味 香甜味 甜甜的是酱汁的味道 然后酥酥的呢 就香酱的就是这个鱼本身的味道 除了香甜可口的老街鲍鱼 在这条老街上牵动无数苏州人味蕾的 还有一种传统朴素的老苏州味道 你看这儿的酱菜的品种特别多 木瓜丝 还有葛根片 金针菇 还有什么美味笋丝 百姓的一日三餐少不了榨菜来入味 生活简朴的老苏州人 如今依旧奠念着这种味道 它是经过几百年的传承下来的这种的 老式的做法 做出来的味道跟 就是说比较地道 就不辣的那一部分 对对对 老酱菜的那个味道 对对对对 这边的带点辣味的特殊口味的 都是改良过的 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对对对对 美食承载的是生活 如今让苏州人依旧难以割舍的 还是生活里最淳朴的烟火气息 嘈杂的喧嚣生理 包含了许多老苏州人 对于过去的回忆 小时候走过的那条小巷 常去的早餐店 每天忙忙落路 卫生计奔波的生意人 如果今天还能找到 这样历史物证的地方 多半就是在封门横接了 苏州城古典与现代交融的 双面秀气息 在这里惠笼交织 与这些老街相应称的 则是新苏州时尚潮流的 现代街区 那么如今的新苏州 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感觉一下就从古代 穿越到现代了 是啊 我们来了 哇 真的是这边太现代了 就感觉 哇 这个天幕 这个天幕很震撼啊 它有五百米长了 怪不得 我觉得一点望不到头了 你看出现我们中国魅力街区都不一样了 这是我们全苏州对你的欢迎啊 哇 太温暖了 好可爱小黄鸭 我们走了这么半天 竟然这个天幕还没到头 看来五百米很长 真的是我看到的最长的天幕了 如果说老城区的迹象 满足了人们对苏州历史人文的冲击 那么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 圆融时代广场 则满足了人们对苏州现代商业的幻想 每天晚上 刷爆苏州人朋友圈的 一定有这条圆融时代广场天幕 这条全长五百米的天幕 无疑是苏州夜晚里 最亮的一条心动银河 极致的音响和色彩光影 每晚都让无数游客心驰神亡 这个柱子漂亮啊 这个柱子上面也有动画的 亦兰姐这个柱子可不简单了 我们俩可以跟它互动 通过这台设备扫码登录后 要先自拍一张亮照 然后进入游戏成功通关后 就可以和天幕大屏互动了 你们照片在柱子上来 微信小一下 快快快 我俩太够了 我们的主持人就这样 在圆柱形的大屏幕上 身穿宇航服飞向了浩瀚的宇宙 我们两位女宇航员上太空了 除了充满趣味的游戏互动 在天幕下的集市里 还有许多手工艺人 为游客奉献着精彩表演 来 依南姐 我跟你说 这位老师傅可厉害了 这是咱们的剪影市级的 瀑仪传承人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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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剪影做得好漂亮 是啊 是吧 我想要一个 我想要一个呀 我们可得麻烦师傅了 老师傅的剪刀在纸片上 娴熟地游走 全程刀法不断一气呵成 不一会儿 一副活灵活现的剪影就完成了 哇 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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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像了 真好看 夜晚静下心来 剪一副剪影 让忙碌了一天的身心放松下来 如今 苏州一面是有着 2500年历史的孤苏古城 一面却是有着现代 石潮 风上的商旅纹 融合发展的现代苏州 既有国际范 也有烟火器 由于新的人口的入住 和新的城区的建设 大规模的这些商业设施 它要重新布局 那么这里面 实际上跟我们苏州的消费 是紧密相关的 我们现在也在策划 不同的商业街 不同的商业中心 不同的这种层次的集聚区 这样的话 使我们能够满足城市化 发展带来的这种 需求端的变化 各具特色的街区 流淌着苏州城的风雅和热烈 烟火蒸腾的集市 更让这座古城的灵动 加倍鲜活 江南文化的创意呈现 苏式生活的创新表达 沉浸式的互动体验 在这里充分舒展 这边还有音乐节 鸡头米音乐节 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呀 来吧 来我们买两张门票 每个人买一支雪糕 或者是买一杯鸡头米奶茶 就可以当作门票进去听了 咱白天在平江路上 试了旗袍 晚上就吃了这个旗袍冰淇淋 穿着旗袍 吃着旗袍 然后还听着音乐 太美了吧 想要听音乐节 买一杯鸡头米奶茶 或一份冰淇淋 就可以了 在苏州的苏轮场街区 音乐再次富裕的苏州 一个高能的夜晚 热烈的节奏 调动着观众的情绪 荷尔蒙在不断聚集 像滋滋燃烧的导火线 终点就在舞台前的 峰寸之间 在苏轮场 一场接一场的文化活动 让市民们应接不小 不过 看似潮流时尚的苏轮场 同样会让人感受到 浓郁的历史气息 这是为什么呢 你知道吗 这儿的历史 要追溯到1895年 这有历史了 对 这是当时洋务运动的时候 张之洞来主张建立的 一个苏州第一个沙场 叫做苏轮沙场 所以苏轮场 是沿用了历史上的 这样的一个名字 对 然后它经过了百年洗礼 建国之后又重建 然后才到了 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百年前的洋务运动 推动了苏州近代的 民族工业发展 如今这座经历过百年历史变切的苏轮场 已经叠变成时尚潮流的艺术生活聚集地 成为苏州新的文化地标 在这里可以逛古城烟火的美食集市 感受绚丽的视听表演 在历史与潮流相融合的苏轮场 会带给游客怎样的夜游体验呢 真人娃娃机 真人娃娃机啊 我看一眼的池子里有什么呢 哦 小零食 然后用真人来抓是吗 走 依南姐 我给你抓一下今晚的宵夜 真人娃娃机顾名思义 就是要让真人来抓 将小朋友吊在半空 投放到零食堆里 在规定时间内 让游客尽情地搜刮奖品 随后吊机升级 能抓到多少零食 就要看每个人的本事了 看到满载而归的小朋友 我们的主持人江一 也跃跃欲试了 戴上安全带 趴在零食堆里 他能输货到多少零食呢 颁奖仪式 除了充满游戏体验的真人娃娃机 集市里还有许多小商品 同样会让人沉浸在 近现代的历史时空中 这个店有意思了 粉粉的 脱单便利店 是不是适合你 哎呀 说了我们不好意思了 真是的 是不是吧 对 小姑娘是 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 就是把您的资料填写一下 在卡面上写下自己的信息和联系方式 然后放进小箱子里 就可以等待缘分相遇了 当然填写后 也可以在异性的箱子里 随机抽取一张 这个有点大 这个不太合适 还能再有一次机会吧 不行 果然爱情也要经历 务师楼台 月迷监督的困惑 夜晚的苏轮厂 诸如此类 充满体验乐趣的商业业态 还有很多 创新融合的设计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来到这里 同时也满足着消费者的 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需求 而曾经的老厂房 依旧注立在城市的夜色中 见证着苏州一代又一代的商业变迁 苏州过去尽管是个消费城市 改革开放以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强劲的 一个制造类生产的一个城市 所以我们在苏州的这些商业发展 商业界的打造当中 我们也比较注重 把苏州的本土的一些品牌 跟它能够充分结合起来 我们还注重了 把传统的商家 线下的这种实体店 跟线上的头部平台 跟它连接起来 满足老百姓 不同的这种消费需求 男姐 你看啊 在我们苏州呢 你既能体验到精致典雅的苏式生活 感受到潮流时尚的都市魅力 那同时呢 作为长三角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呢 来苏州还能让你体验到家的温馨 的确是感受到了 而且呢 我觉得咱们苏州哈 你看它一面呢 是有2500年历史的孤苏古城 但是另一面呢 它又是引领潮流的新苏州 那苏州呢 正秉承着重温睿智 开放包容的态度 欢迎每一位朋友的到来 中国魅力街区 央视财经消费主张 为您特别奉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